三文治 好 三文治 好啊 一个三文治 两杯冬领茶小甜小冰 一个月九 一个月九 多谢你们 好 多谢 多谢 迎龙咖啡茶座的女老板李凯胡 最近有点忙 在位于香港里云门的这家 被称为一人茶餐厅的小店里 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顾客 这让身兼厨师 收银 服务员和老板的她 有些应接不暇 事实上 李凯胡已经有近两个月 没有这么忙过了 6月30日 他去参加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 然后带了一幅支持警察的标语 贴在自己店里的墙上 这件事 被一些非法示威者发现后 他原本平静规律的生活 彻底被打破 许多人开始在网上攻击抹黑欺凌他 许多执法部门接到投诉后 也多次上门 迎龙咖啡茶座的生意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但李凯胡却说 对于撑紧的决定 自己200%不后悔 他受到不公的待遇 被媒体报道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顾客 纷纷前来消费 希望以小小的举动 来支持这位坚强的女老板 特地来这边的 知道他挺香港警察 挺香港政府 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 肯定是要过来表示一下 因为支持香港就是支持中国 我觉得他支持香港警察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因为警察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支持 很多人支持他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做到正确的事情 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委屈 但是还是有很多正义的人会去支持他 接近下午1点 香港警队前警员十方友 带着几位朋友也来到了银龙餐厅 作为一名前警察 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表达对李凯胡的支持 也表达对他的感谢 为何会互相攻击呢 那这件事我们一般的香港小市民 其实是很看不过眼 也都很多因为有工作 或者是不愿意出来去反抗他们 但是如果见到这个老板娘 真是受欺负的 我相信我们一般 有良心的香港市民都很囤结的 李凯胡告诉记者 这几天有很多的人来店里消费 表达对他的支持 很多顾客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说一些鼓励的话 还有很多来自内地的游客 专门前来支持他的小店 让他觉得在称紧的事情上 自己并不孤单 让李凯胡没有想到的是 不仅有很多人直接来到餐厅支持他 还有大批不能亲身前来的人 在网络上给了他很多的鼓励 原本一些美食网站上 被恶意刷低的评分 现在全部五星一片飘红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赞其三观正直一身正气 还有网友建议将艺人茶餐厅 改名为14亿茶餐厅 在内地某知名美食网站上 李凯胡的餐厅 更是被网友给顶上了 香港茶餐厅热门榜的第一名 很多时刻在用餐后 都会主动跟李凯胡聊上几句 表达自己一份支持的心意 不少人更是组团与他合影 小小的餐厅里热闹非凡 由于餐厅只有他一个正派的员工 不少街方和义工都前来帮手 可依然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客人 高峰时期 门外排队的顾客 几乎要等上两个小时才能有座位 但大家秩序竟然 并没有人抱怨 我的牢已经热到穿不住了 那些东西都给你们吃光 但是我没想过 你们是这么胸胆走出来支持我 其实不是我 很胸胆的 我们绝对是胸胆支持你 我们是胸胆的 我们上镜都没问题 我们再一次给你们掌声 大家是胸胆的 李凯虎依然在忙 迎龙餐厅里气氛依然热烈 七百多万人口的香港 大小数万个巷子里 在经历过两个多月的波折以后 有无数的人渴望这份安民 更有无数的人渴望这份热烈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好 碽子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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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